又发生了民宅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基隆暖暖区有一家六口 在29号晚间使用热水器的时候 妈妈跟四名小孩突然间头痛呕吐 出现了一氧化碳中毒症状 还有父亲及时发现报警求救 经过治疗没有大碍 只是呢这家人的热水器设在了阳台 而且阳台还设有窗户 却还是发生了意外 消防单位也提醒 晒在阳台的衣服有可能会阻挡通风 民众们要特别注意了 消防人员十万火急进入屋内 里头还不断传出婴儿哭声 因为民宅中有五人一氧化碳中毒 小朋友先都带出来 先都带出来不要一直 小朋友头痛的受不了 嚎啕大哭场面混乱 消防人员赶紧指引逃生路线 必身路确认是否有人受困 发现孩童母亲倒握床上 小姐 你在起来吗 眼见妈妈失去一事 消防立即出动担架将人送医 激动暖暖区这一家六人同住 没想到二十九号晚间 使用热水器时 不慎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妈妈和四名孩子陆续呕吐头痛 所惜父亲及时发现 暴击求救 热水器设置在阳台 燃烧不完全的关系 所以它一氧化碳 还是在室内有产生一定的浓度 其中妈妈跟一个一岁的男婴 状况比较严重 中毒的五个人 经过治疗都没有生命危险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到医院关系未问 只是热水器明明设在阳台 为何会发生意外 消防表示可能是阳台晒衣 阻挡通风导致 天气冷嗖嗖 使用热水器可要确保空气流通 以免发生害事 减赛之痕 金融报道